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物价飞涨 政府在一方民众减税 主纪总处公布的物价指数调高的标准 是已经达到了调整税额的标准了 明年的众所税免税额各项扣除额都将提高 全台650万户总共减税95.7亿元 以单身上班族为例 一年可以少缴1800元的税金 如果一家四口抚养一个小孩的话 每年增加的扣除额达到3.6万 以40%岁率来看的话 同一年可以少缴1900 不管对于单身或是已婚的民众来说 都是减税福音 后年5月报税就能使用 柴米油盐酱醋茶 主夫主妇上街采买 对物价上涨都很有感 主纪总处公布的物价指数 已经提高达到标准 因此政府将启动减税 我觉得蛮好的 有被照顾 有 有 我觉得这样其实蛮棒的 因为毕竟对于一般的民众或上班族来说 就是能够减税的话 那他当然可以 花额外的消费在其他地方 同时也可以促进 就是更多的 内部消费这样 明年众首税免税额从8.8万 提高到9.2万 标准扣除了12万 调升到12.4万 金资所得特别扣除了 也从20万提高到20.7万 全台650万户 总共减税95.7亿元 后年5月报税就适用 以单身上班族为例 增加扣除额1.5万元 适用税率12%来算 可以少缴1800元税金 若使双新家庭一家四口 抚养一个小孩 增加扣除额3.6万 等同全家可以省下1万9千元 这个是对双新家庭也好 单身也好 都是很大的一个受益 到后年申报所得税 这个明年的所得税的时候 就会有相关的影响 所得税法规定 物价指数上涨3% 就会调整各项免税额和扣除额 依实际情况合理课税 并让民众减轻赴税压力 记者铃声区黄卫茶 铁标报道